副總統耐心的組團到帛琉 隨行有不少旅行社高層 帶回了更多義後旅遊新玩法 帛琉有上帝的水族香美玉 從海面上就能看到海裡整群熱帶魚 但除了海邊活動 業者規劃 叢林 素期探險 瀑布體驗 海陸各有享受 或是知名的牛奶湖天然SPA 用湖底沉積的乳白火山泥 來保養肌膚 媲美冰河泥和死海泥 水母湖則能跟整群 無毒水母共有 浮潛 特別是疫情前 觀光客多導致水母死亡率高 歷經近三年的觀光淡季 現在能看到滿滿水母 專家說比以前更漂亮 是浮潛跟潛水的聖地 它就像是一個上帝的水族 環境保養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其實水非常的透色 從船上上去就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的珊瑚跟魚群 旅行社業者通常會規劃 四到五天的博流行 一半時間都在海上 而疫情期間 台博旅遊泡泡不是很成功 旅行社業者認為 跟價格很有關係 近期黃浮飛之後 已經調降兩次價格 自由行四天 能壓在兩萬元內便宜一半 高檔行程也能搭小飛機 俯瞰世界自然遺產 落客群道 費一趟半小時 要價八千到一萬元 不少人想去帛琉玩 還是以浮潛潛水為主 因為有學過潛水 就可以去那邊再看看 因為有些地方還是沒去過 因為它總共有三百四十個島嶼 你可能從船 從陸地上沒有辦法看到全部 但是你搭小飛機 可以整個用上帝視角來總攬 時間經典充裕 陸海空可以一起玩 而博流在疫情前 每年旅客大約兩萬人次 隨著疫後復蘇 希望恢復三到五成 為當地帶來更多觀光財 歡迎來播劉 TVBS有說過您一台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